古代韩国老照片,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封建王朝、宫廷与百姓生活情景,这组老照片,真实反映了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的韩国、当时的封建王朝、宫廷与百姓的生活情景,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铁路,从城门中穿梭而过,而韩国的教子长这样,太矮了吧,里面空间又小,里面坐着的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。 拿扇子的是他的丫鬟,在古老雕像前合影的韩国男子和西洋人,从两个人的服装来看,仿佛是不同时代的人,这个韩国男子的这身打扮跟韩国古装剧中的人物打扮还是有差距的,衣服没电视中那么华丽,从他身后的土墩和身边的将军雕像可以看出,这可能是古代韩国国王的陵墓,古代韩国儿童,一身传统服装。 这个小孩是面对镜头害羞了吗,把大人的衣服拿来盖住了头,韩国封建王朝时期的王宫建筑,乍一看还以为是北京故宫,也难怪,韩国在古代是中国的附属国,很多东西都是跟中国学的。 城门前的闹市,可以看到当时的韩国人青衣色的白衣和黑帽子,这个石头四角兽雕像,应该类似于中国的是狮子,只是我看不出这个雕像的原型是什么,感觉有点像狗。 古代韩国的平民,一家三口在打水,他们打完水不是用挑的,而是用特制的工具白费,真是充满异域风情。 而古老的韩国建筑,不说还以为是中国的,图片中的电线杆子和横在空中的电线,与一身古代装扮,的韩国人形成了奇怪的画风。 而叼着烟盏的古代韩国男子,发型跟中国古装剧,中的男子发型一样一样的,而这可能是古代韩国官员和他的老婆,而这是一匹夹马,这可能是他们在举办传统节日,而这是当时的人在做巴巴。 二这是当时的人在做巴巴,二一身传统服装再配一对墨镜,太有喜感了。 二街头上工作中的两名韩国男子,二这个新鲜,这到底是轿子还是车子啊?这上面坐着的人一身盔甲,难道是古代韩国的将军? 二宫廷乐器演奏队,二惨破的古老建筑,画面中间的是撩浪台,撩浪台是望远的高台,供撩浪低琴,火警等用。 二市场上两名叼着烟杆的老者,后面有一名男子在买草鞋。